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第七屆CDTN言論推廣協議會議 我是執行長佳如 在今天會議開始,我們首先要邀請到CDTN中華辯論推廣協議會的理事展來為我們致辭,有請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CDTN,也謝謝大家來到CDTN 那,能夠協辦這次的比賽所有大家的參與之外,我們也要特別在大家的面前,感謝我們這一次幾個重要的支持的單位 華韓教育部的青年發展組是我們的指導單位 協辦單位有民主金庫黨的青年部,台灣民眾黨的國家治理學院,以及時代力量 那因為有這些支持的單位,我們才可以將這次的隊伍數,擴增到24隊,史上的新高 那大家應該要理解,任何多一隊的參與,對我們的協會來說,都是沉重又甜蜜的負擔 所以,請大家要理解於說,對我們來講,我們一定,主辦單位,比你們都還希望你們的比賽,打得超乎想像的好 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準備,最後一天的時間,看資料,順說法,跑工法,臨時抱佛腳之餘,也希望大家能夠睡好覺 貼起來有點矛盾,但是真是真心話 那,最後一部分,我們大家會請幾位執長在最後一天,跟大家說明一些比較細的規定 那我在最後一點點時間,我有三個希望大家記得的事情 第一個,請大家好好地閱讀我們的秩序冊 以及留意接下來每一位執長的發言跟重點 因為協會,雖然不是什麼富裕的協會 但也沒有窮到,我們會很渴望,把大家的保證金拿來當作我們營運的基礎 若若相殘,沒必要,請大家專心聽稍後的一些注意事項 避免大家,我想連所身不多的社費 或者是大家努力付錢來參與比賽,一些投入 變得要被我們收下,他們也是蠻苦惱的 這第一件事情,第二個事情是特別對各位選手說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CDPA在準決賽,或者是決賽的期間 我們會邀請,不來自於我們這個選擇 辯論領域傳統經濟辯論選手出身的特邀的裁判 他們來自於社會第一線,尤其在這個題目當中 在政治的第一線的政治工作者或相關的專家學者 來參與我們在最後的賽事的評判 那也不談不出他們的決賽或準決賽的評判 會順利,可能在今天的比賽會來看看大家的表現 所以希望各位作為一個辯論選手 達比賽的過程當中也能夠學習 如何讓我們辯論人的話可以更多的人聽懂 那因為你們一定也希望,協會也希望 我們的辯論可以讓更多人理解 同時也希望大家注意,除了自己的論點 同於表達的論述,上場講話的內容以外 比如說基本的禮貌,或者是服役 也請打給他們最基本的尊重 相信我,這個是一般任何的人 在開任何一個活動,他們也希望可以得到一樣的尊重 如果你們希望別人理解我們,我們希望別人尊重我們 希望我們相對的也給別人同樣的理解跟尊重 尤其在這個題目裡頭,邀請到了幾位後續的特要的裁判 在其他部分說,在這個題目裡頭 涉及政治實務領域的變化、工作跟影響 這樣白話一點,我不覺得他們會打得比你們差 所以請大家多給這些遠道而來來看辯論 他們看完之後就會告訴別人說 我覺得變成是一個怎麼樣活動的人 嘉賓或貴賓,他們最基本的禮貌 其中一個是大家的表現,這第二點 最後,我們都理解大家都是比賽上來的 打比賽肯定是痛苦的 但我們也希望大家打比賽過程當中是開心的 所以如果在賽事舉辦的期間,有非賽事的因素 造成大家的不愉快、不舒服、跟困擾 也都歡迎跟大會這邊反映 我們會提供相關的必要的協助 讓大家在打比賽過程可以專注打比賽 開心的享受痛苦的辯論 那最後一點時間我就把交給我的體會執掌 那也謝謝大家來到CDPN 那也歡迎大家來到CDPN 謝謝 好,那就是剛剛所說 就是我是那次比賽的執行者 那這裡有幾點就是要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個是今天找大家來參加比賽會議 不是單純就是要傳達事項 那如果在舉辦今天這個比賽會議的過程當中 各位比賽或是各校的代表 有任何的疑問都希望你們可以在會議上提出 那也是因為其實從上次議員結束之後 大會也就去收到蠻多就是關日簡章 或是關日比賽規定的提問 那我們也發現說其實很多時候大家的疑問 可能會是相通的或是相似的 那所以也請大家就是不要有壓力 如果你有問題就是或是有任何的疑問的時候 都可以在今天的比賽會議過程當中提問 那第二點是明天雖然我們會在這一棟 國雅教學館舉辦CDK便分請教賽 但其實明天這一棟除了我們之外 還會有其他的單位在舉辦活動 那所以請大家就是在外面 因為剛剛看到其實外面有很多的休息區 或是休息的空間 那大家在這些空間的時候也請務必控制你們的音量 盡量不要干擾到其他活動的進行 好那第三點的部分就是如剛剛理事長所說 要請大家再幫我看一下 資訊測第五頁的最下方這邊 在我們這次的比賽當中 就是定有冠亞賽決賽跟畢牧師的參加規定 那這個規定就是所有參賽隊伍都要派三人以上的人員來參加 而且必須登陸在你的辨識名單中的人員 好然後如果大家遲到的話 或者是沒有出席的話我們還是會主動保證金 那這個部分同時也會影響到 不管是你們參加冠亞賽跟畢牧賽的情況 或是你們參加賽程的情況 都會影響到各隊伍是否可以領取我們的入住補助 那這一點也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好那再來是 這樣可以抓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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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 這邊要再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的活動 就是很榮幸會有一些來自社會上不同的單位 可能是對辯論的活動 或是對我們這次所探討的議題有所期許 所以這次我們也特別就是邀請到教育部紀念發展署來指導 以及協辦的部分有民進黨的紀念部還有民眾黨的國家治理學院以及時代力量 那這邊的話呢其實也有許多的我們的協辦單位就是對辯論比賽有很多的關心跟好奇 以及對於各個選手也有一些努力的事項 所以他們有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你沒看錯 我是如假方案的克哲 各位青年同學們大家好 有一句話說 身體樂隊越變 被讀不是吵架也不是耍嘴 可是比賽 難怪裡面有多少東西 所以我常常提前我身邊的目標 也勉勵大家真的要播出 不要看我在媒體上常常講過很多的金句 讓我們的目標比不穿 其實這個背後還是要平常來閱讀 要有足夠的累積化 離職特化去反應 我相信 集合眾人的智慧會超越個人的智慧 這個信念不只過時在辯論比賽 將來大家進入的職場也是一樣 要能夠協調 所以除了專業能力 專業合作跟領導來協調 這邊會很重要 我向來主張青年參政和青年參議 台灣民眾黨國家自己學 不只是培養優秀的人才 更重要要留住優秀人才 所以我們要邀請大家未來後後 台灣民眾黨國家自己學的 也蘇和IG一起更正式台灣民眾黨 運祝賽事順利為滿 謝謝大家 這邊的話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們對這次的不管是我們的指導單位 或是習慣單位有所好奇 或是如果你們在比賽過程當中有覺得說 很感謝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單位來實施我們辦比賽 也歡迎再搭上他們的Facebook或是IG 就去給他們一個具體的支持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要邀請到賽務長放到 喂 大家好 我是本次比賽賽務長 那這邊有幾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就是請大家務必注意 都會涉及大家保證金的問題 那第一件事情是關於會場配置的部分 明天一整天跟第二天早上的會場 都會在這一棟就是柏亞教學館 那大家要注意的事情是因為現在港地期間 所以柏亞教學館除了新生難路的這個正門 其他門都是指出不進 所以大家如果早上趕時間 或是比賽趕時間的話 務必注意 在柏亞的其他入口 都是不能直接進入的 大家必須要走到體育場旁邊的這個大門 才能進來 請大家務必注意 那大家明天進來之後 我們在這個 一樓 他可能會有其他活動的簽到處 那請大家要認明 就是CDPA 會掛工作人員開始的人 然後他們簽到才是正確的地方 或是簽到處 我們會說在二樓跟三樓 那請大家明天進來會場的時候注意 那會場配置的部分的話 明天的話這一間就會是會本部 那大家如果就是有要尋找指掌的話 都會在這裡 那會場其餘配置的話 二樓這裡有四間會場 就是剛大家從樓梯走上來的四間教室 可以就是會場一到會場四 那從樓梯上去有兩間教室 在三樓的部分有另外兩間會場 在三樓梯三樓梯也是會場五跟會場六 那再請各位注意會場的配置 尤其是務必注意出入口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選手名單的部分 目前我們手上最終的選手名單 請大家可對一下在資訊冊裡面的選手名單 就是是不是最終正確的選手名單 就是在你們資訊大會說要改選手名單之後 大會有沒有漏改 請各位領隊 現在花一點時間幫我確認 在最終秩序冊裡面的選手名單 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明天我們在場上會核對大家的選手名單 如果是不在秩序冊上的選手名單的選手的話 那我們會判定比賽的時刻 請大家務必注意 那大家現在就是一分鐘幫我修練一下 就是你在資訊冊上的選手名單是不是對的 有任何學校有問題嗎 在選手名單的部分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進行接下來的報告 那如果行動名單沒有任何問題 那請大家務必注意明天在場上的 都要去選手名單上的選手 那再來試試預測的部分 大家有領導幫我檢查是否有缺液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就來找大會 我們會幫你換 那第二件事情是明天抵達會場之後 我們會設有兩個報告處 原則上會設在一個會設在二樓的樓梯口 一個會設在三樓的樓梯口 那請大家進入比賽會場之前 務必在報告處進行選手的簽到跟提問兩側 那如果我們在一定的時間發現 你們這些隊伍 理論上應該要進行比賽 但你還沒有在選手的簽到單上 我們就會打給領隊 那下一件事情是 因為很多事情在比賽中 都是直接透過領隊選組聯繫 但是我知道有些學校 當初在報名時候前的領隊 跟現在在選手的領隊群組裡面的領隊 其實不是你們最常聯繫比賽事務的人 那所以如果各位學校等一下有想要讓比較長聯繫事務的人進領隊群組的話 那請賽後的時候 私訊大會粉專 索取領隊群組的聯繫 我再說一次 因為我們接下來有任何的重要事項 都會直接在領隊群組裡面通知 所以如果各位學校在領隊群組裡面的人 不是你們最常會接到消息 或是最常處理事務的人的話 那我們建議你放一個最常做這種事情的人進來 那如果你要加入讓新的人進來 就請等一下在賽後的時候 私訊大會的臉書粉專 說你們要讓新的人加入領隊群組 那我們會把領隊群組的LINE的連結傳給你 那第三件事情是 那在明天的比賽我們都是設有強制計時規定的 30秒一到我們就開始計時 那本次比賽是整分制 所以我們就是4分整5分整這樣子的賽制 請大家務必注意時間 那在選手的部分的話 本次比賽賽會可以容納年紀最大的選手 必須要是1996年9月1號出生的 並且這樣的選手在場上只能有疑問 至少要有兩位1998年9月1號以後出生的選手 所以請大家注意一下 替你明天派上場的選手的年齡的組成 尤其是在任務裡面有兩位以上的研究生的學校 請不必注意這一點 如果被大會發現選手的組成為規 我們會直接沒收這場比賽 判定該所學校的失格 那最後一件事情是電子產品使用的規定 大家如果翻資訊測的話會發現 本次比賽是禁止各隊使用電子產品 請大家翻到比賽規則 等會就可以看到 那另外是禁止使用電子產品的關係 所以原則上大家就是明天也不用去問主席說 如果我電腦網路關掉 就是可不可以拿上台 原則上都是不行的 就是請大家注意 但是因為本次賽會裡面有學校申請 選手因為有特殊狀況 就是必須要使用電子產品來進行比賽的紀錄 所以我們會特別開放這間學校的 這一位選手可以使用電子產品 但是我們一樣會確保在比賽上場之前 這位選手使用的這個電子紀錄的設備 是沒有聯網 那會可能請主席確認 也會請裁判確認 那這一間學校會遇到的對手 我們等一下也會再跟這些學校的對手說明這樣 那商務組的部分大概就是這些事情報告 有任何就是學校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嗎 嗨 妳好 請問 請問大會是不是外圍資料 本次大會並沒有規範外圍資料的使用 也就是說各隊是可以使用外圍資料的 我們沒有強制大家一定要復翻譯才能使用 但是我們建議大家 就是如果你會在廠商方面討論的話 建議大家就是帶個翻譯上台 但是我們不會因為你那個資料沒有復翻譯 就直接判定是違規 對 這樣才有問題 那還有其他就是學校有問題嗎 我想問一下就是 那個賽前有提醒同學 簽來個健康社會書 對 但是因為有同學就是 他如果在學校上 他來個機會去拿他小碼卡的 下班的電子和健證 請問如果是健康碼卡的那個 那些吃打預料證可以嗎 有 可以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辦法 就把你那個健保卡那個貼紙拍照 一樣傳到那一個就是文件的項目也沒有問題 那請問你還有其他學校的問題嗎 那另外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還有學校的選手 沒有填健康生理書的話 其實盡快幫我們填 就是如果你沒有填的話 就是我們不會讓他上場 所以我們也會合對各校 健康生理書填寫的狀況 那如果有選手沒有填的話 那請大家盡快完成 那如果有什麼資料上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再來問大會 那還有其他學校有問題嗎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接下來就是裁判長報告 好 不好意思 那個外文資料的部分我補充一點 就是雖然這次大會並沒有強制規定 大家一定要附上反應 但因為其實我們的不同的裁判 在他的裁判準則當中 可能會有提到還原外文資料的部分 所以在TPA的網站上 我們也都有收入就是裁判準則 那如果大家就是擔心你的裁判 可能會在意外文資料的使用 或是他可能會不接受的話 建議大家還是在比賽前先行做確認 好 是本次的裁判長 那接下來是裁判組的報告 那第一個部分呢 是先前的我們在大會的臉書本專一集 臉貴族組公告過畢財的原則 那原則上是該校大學部畢業 並且或者是具有大學的指導關係 或者是有其他利害關係 至有影響公平之旅的狀況 我們會接受畢財 那這個畢財的原則適用呢 只適用於就是初賽的這個副賽的裁判 那冠亞賽及這個特邀的裁判呢 都不適用這些畢財原則 那基本上畢財的這個表單 已經在前幾天已經截止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依照各校有填寫的來去做畢財 那如果沒有填寫的部分 我們就也不會再做受理 那接下來是 待會我們會公告這個正式的裁判名單 那我們講解一下幾個原則 首先呢是決賽的裁判名單 大家都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面看到 但是決賽的裁判名單呢 當天呢 李慧銘委員跟李欣燕先生 因公有要事 所以不會出事 那我們會調整現在裁判能數 從原本的七位變成是五位 那分別是范雲委員 然後蔡蒂雲委員 黃國昌律師 陳芳瑜教授 以及蔡恩嘉律師 所以是決賽裁判有所調整 那其他裁判名單的部分 並沒有調整 那出賽之後的賽程 所以我們待會會先公告出賽 明天的十段一跟十段二的裁判名單 那出賽之後 大家如果打到這個單挑啊 或者是後續的比賽的裁判名單 我們一概的都會在LINE的領隊群組上面去公告裁判名單 那如果大家發現這個裁判名單裡面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大家有特別需要迴避的 或是有些臨時的狀況需要說明的話 那都可以向裁判長或是副裁判長蘇漢賢 然後檢據這個理由提出申請 大家務必記得把理由附上 讓我們可以再去做判斷 那以下呢 我們待會就會用同影片的方式放出來 明天十段一二的裁判名單 那就請大家用拍照的方式記錄起來 那待會公告之後 如果現場沒有任何的理議的話 我們就不會再另行的通知明天出賽的裁判名單 那這個是第一時段的裁判名單 請大家先記錄一下 好那第二時段的裁判名單 好那請問一下對於裁判組這邊有沒有其他方式記錄到可以開 好好 有沒有沒有拍到的 好那有沒有對於裁判組報告的事項 有任何理議想要提出來的 好那沒有的話裁判組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 好謝謝賽務長跟浩天總報告 那再來是想問一下 目前有在場的任何一間學校有問題 或是有要提臨時動議的部分嗎 好 謝謝賽務長跟浩天總報告 那再來是想問一下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感謝大家來參與我們的第二次領隊會議 那會後我們會將領隊會議的檔案再傳到這個領隊群組當中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還是可以透過領隊群組或是運動方式跟我們聯繫 那祝福大家比賽加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